修仙长路漫漫,艾坤与你相伴 大家好,这里是修仙的艾坤 有很多小伙伴会问 我的丹药不够吃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饮磨香 但是很多人会忽略它的一个重要性 先说一个现象吧 很多人在飞升之前都会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给铜喂了多少蓝丹 有的人喂了五六十颗 有的人喂了七八十颗 我们现在想一想 这其实就是对饮磨香的一种浪费 如果把这些饮磨香都存起来 留到下一个境界 那么就是喂给宠物的这些蓝丹 完全可以变成下一个境界的蓝丹 配合就是上期讲的艾坤炼金术 它甚至就是可以转化为金丹 nice 所以当你后期已经存了40多颗蓝丹 每天只需要练一些白绿材料的丹药 就够吃的话 就应该开始存一磨香了 而且越多越好 这样的话 等你到了下个大境界初期的时候 就可以无限点想 再配合咱们上次讲的艾坤炼金术 有一个稳定的金丹的收入 这里建议的话是从化神 或者神力后期就开始存 存得越多越好 我个人认为啊 存一磨香的重要性 跟存宝香的重要性是相同的 还有一些小伙伴会问 现在我的丹药就不够吃了 怎么办 我这里给出一些新首相的建议吧 第一就是每天的天际格的福袋拉满 遇到六折或者以下的引磨香也买 第二就是仿式拉满诗词 里面如果出现就是任何品质的 链丹材料以及丹药的话都要买 第三 每次正磨或者打坐之后 手动选一下频道 因为它会默认给你传到就是你所在的频道一 频道一一般不都是一个爆满的状态吗 是影响刷材料的 第四点的话就是在异界商店里面 优先就是选择换这个弹药 缓解一下压力嘛 最后新手玩家也是每天必买九折 或者九折以下的引磨香的 因为之后有一本功法是需要使用 引磨香到一定数量才可以开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nice